各位觀眾朋友們 接下來《星光大道》上面 又要迎來下一波高潮 我們看一下里車上面下來的 巨男美女 就是電影返校CP組合 曾敬華 王靖 一起來到《星光大道》啦 這兩位新生代演員 你看互相扶持的感覺 近年來在戲劇圈呢 都是大放異彩 曾敬華曾經入圍到 金馬最佳新演員獎 台北電影獎有最佳男主角獎 而王靖呢 不僅是在前年入圍的電視金鐘 金馬的女主角獎 更拿下2020年台北電影獎的 最佳女主角獎 相信今晚《返校CP》呢 如果擔任頒獎嘉賓 一定會讓典禮更具可看性 歡迎他們 馬上要來歡迎下一位就 豪華了 真的 暖男耶 敬華 對 真是很純男 感覺《返校CP》真的是很有感情哦 是的 讓我們再次歡迎 曾敬華跟王靖來到現場 兩位在《返校》電影版當中 飾演魏仲廷 方瑞欣嘛 這一次《返校》電視版 黃冠志也入圍了 作為電影版的學長姐 可不可以給他加油打氣一下 王靖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有看 《返校》電視版 然後我覺得大家表現都非常非常棒 所以希望他今天可以得獎 還好 沒錯 我跟冠志已經認識了 我從我學生時期就已經認識他了 對 因為那時候學校有拍一些作品 有跟他合作到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努力的演員 我希望他得獎 有了兩位的祝福跟加持 今晚一定是有機會可以拿到獎座的 是 而且敬華 你今天還要幫一個人加油 因為你也有演做工的人嘛 是 裡頭你是演林順哥的兒子 欸 阿騎今天沒有來到現場 但是 是不是要幫爸爸加油一下 對 林順哥 為什麼詞窮 一切盡在不言中 我們還有演逆局 對 跟仔仔嘛 對不對 對 還有跟林順哥 對 那非常謝謝兩位今天 擔任我們的典禮頒獎嘉賓 謝謝 裡面請 謝謝 謝謝